去變通 但是未來其實 因為像這個地方 我們為什麼用Realize 因為它只有一行 OK 那你就用Realize 如果將來如果很多行 你就用Realize加S Realize 那如果說你要全部讀取的話 就是叫Read 不過 因為目前 這個資料 你用哪一個比較OK 但你可以測試 比如說像同學 你也許 不清楚的話 可是問題現在這個資料 只有一行 其實說真的 測試不出來 所以呢你也許 可以把它改一下 剛剛那個Read.txt有沒有 這個Read.txt 你也許就用904來測試 就 因為902的話 只有一行 但是904的話 它可以有多行 902的話 像剛剛這個資料 就這些 你可以把它一行改成 下面這個904的資料 來做測試 比如說我要把多行讀進來的話 像剛剛這一題 我把這個複製貼到 那個Read.txt 然後把它存檔一下 OK 那就是改過 裡面當然會有三行 假設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讀取過來的話 像剛剛這一題 如果我現在用Read 然後我不要Sprint 下面這個也許先把它改過 因為 把它註解掉好了 因為我就不是要 我只是純粹要把它讀 如果你用剛剛的那個Read.txt的話 你會發現 然後再把它print出來 print這個S的話 那你會發現它只會 讀什麼 讀第一個嘛 就這個 這個讀進來 其他沒有讀進來 其實你可以測試看看 大概知道一下 讀一行 OK 那如果你要讀很多行的話 很簡單 叫Read.txt release 加S O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release 有沒有 但是特別注意 它讀進來的話 它並不是讀在一個 字串裡面 而是說 它一行 有沒有 它讀到一個 串列裡面的 一個字串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行 那它就會變成很多 有沒有 幾行就幾個串列裡面的 那個編號數字 0的話就是第一個人 1的話就第2個 2的話就第3個 一次類推 將來這東西 其實還需要什麼 再把這個讀進來 可能會有幾個問題 如果你要把這資料分開來的話 你變成還需要再讀取它 然後呢 可能要去掉最後這個東西吧 它尾巴有那個什麼 換行符號 反斜線N 如果你沒有把它去掉的話呢 多一個這個感覺就是 會影響 比如說你將來要寫到別的地方 多一個自動換行 也許怎麼去掉它 另外的話呢 我要把它 一個 一行變成三個東西 還是需要用Split切割 然後透過什麼 它中間的空白 去把它切割 比如說它的 名字 身高 體重 要把它分開來 這個就是後續要處理的 這個就是 將來未來的重點 就是說如何 用relight 讀進來 到一個串列 特別是一個串列 然後再把它的資料 個別拿出來 再切割 所以可能 會有兩個步驟 甚至三個步驟 四個步驟都有可能 OK 先放在串列 然後你要拿出來 還要切割 還有呢 假如說我們換一下 剛剛有講過三種方法 叫read relight readlice 加一個read read read 所以三種 反正最重要的 檔案的那個 讀取的三種 重要的函數 如果你都知道的話 那基本上 你會發現 全部讀進來 所以其實read就是意思說 其實應該這個 這個方法應該要read all read all 只是說它可能沒有叫read all OK 你可以寫信給Python 改一下名稱 這樣比較好理解 你這樣read會搞不清楚 OK 或許它會不會順應一下 也說不一定 對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名稱 看 怎麼取的 其實有時候它不一定會取你 覺得 很習慣的名稱 但是實際上我們用 我會 就是 也許我就知道說 原來它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沒有實際上try 你可能會還是不太知道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剩下來你就知道這三種差異 那你就知道 以後該什麼情況 你要用對方法 否則你用錯的方法 結果出來 怎麼不是我要看到的結果 OK 這個第一個 也許剛好有同學問到順便講一下 以後反正讀取模式 就這三種 OK 那另外的話 這個後面這個 R是固定的 反正就是這種用法 以後如果你要寫就用w 如果你要寫但是不是負寫 w是負寫 蓋過去 那你用a a的話就是append的模式 append的就是加到下面去 他可以幫你寫下去 因為目前考試 其實不考 那個w跟a 所以也許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有我們再來講 OK 那基本上就R R的話就是讀取模式 讀資料 然後 做後續的處理 大概是這樣 最後的話同學也問了一個很關鍵問題 問得非常好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檔案怎麼樣 是放在你的module旁邊的話 那就不需要跟他講你的檔案的路徑 包含就是哪一個磁碟機 在哪一個 目錄裡面 OK 那如果說假如 我今天 要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檔 read 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低疊底下 反正我們假設 假設就是我放在低疊底下這裡 一直跳這個 然後我在底下新增一樣 新增一個文字 文字名稱的話 也叫做 TST 這個叫read 因為我副檔名沒有加上去 所以他基本上應該 就是一個點TST 如果你要讓他出現的話 檢視裡面好像有 這個負檔名 他就TST 裡面一樣 我把這個東西 這些字 一樣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我要讀的話 是讀這個 OK 他的位置 把它儲存一下 在這裡 所以他的路徑呢 基本上 是在這裡 低疊底下的這個路徑 所以 我就把它複製一下 我習慣 像這種路徑 我是建議你用複製的 你不要自己打 為什麼 因為真的很容易打錯 常常遇到同學說 老師我明明打對呀 為什麼錯 你說你自己打還是貼的 自己打 那你檢查 你偏錯字 對 機率很高 但是複製的好處就是 保證不會錯 複製貼貼到哪裡呢 貼到特別注意喔 這個檔名的前面 貼上一下 然後記得喔 這邊要再加一個反斜線 意思就是說 我放在這個低疊底下的 這個目錄底下的 這個檔案 OK 如果現在我這個檔不存在的話 沒關係 比如我把它刪掉 這個時候沒有了 我就直接存取它 就是說我沒有放在 我的相對路徑底下 而是放在這邊的話 那我就加一個路徑 應該沒問題啊 跟那個 那個像VBA啦 或其他的 程式員都一樣 但是可能會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我們來讀取看看 直接執行 OK 他會馬上出錯 為什麼出錯呢 他這邊有想 OSL OS就是作業系統 操作上面的錯誤 為什麼錯誤 不過他有露出一點跡象 反斜線 對 反斜線 因為這個是他一個 保留字緣 那個保留字緣就是 他裡面 已經被用到 你又怎樣用 他分不清楚 到底這個東西 你是 裡面的還是外面 所以怎麼辦 用拖曳字緣 拖曳字緣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 是字串裡面 我要用的 OK 而不是你 裡面 程式裡面用到的 OK 就是跟他講說 分一下 變成說以後的話 你的路徑 就這樣子 再加一個 這樣 run OK 看一下 比如說 這個可能要加一下 加一下 然後資金 OK了 沒問題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順便跟各位講一個小訣竅 就是 如果以後 你的路徑 很長一串 那你豈不是要加很多反斜線 一直加 所以如果你不想加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如果不加 還有一個方法 這個也是官網上面講的 就是你可以在前面加一個小r 加的位置呢 請你加在 這一個路徑 的 前面 加個小r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底下的這個反斜線 就通通不用再加兩個了 就不用再加一個了 變兩個 這樣子也OK 特別注意 這個也是一個小訣竅 印象中這個書裡面也都沒講到 反正書裡面就叫你加兩個就對了 反正你加兩個沒差啦 只是說 有的時候程式會寫一大堆 變你貼的話你要你就比如貼一串 然後就一直一直一直去去做這件 這小r OK 有沒有什麼差別 來看一下 執行一下 也OK 有沒有 小r 這個還蠻重要的 OK 小r就可以了 這都是小訣竅 也沒什麼 但會了就會了 你以後這樣亂起來 我想應該 就會更 架輕就熟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來看 底下 根據這一題 但我們重點 應該是 放在那個 904 這個地方 904 它需要我們做什麼 請你輸出什麼 輸出這樣子 就是把檔案裡面的東西 它一樣放在哪裡呢 放在 那個read.tst 所以將來如果你出到這一題 它會給你一個檔案 一樣在根目的底下 叫read. 裡面的東西就是放這個 就是放這些東西 那我們只需要什麼 把它讀進來 然後print出去 OK 讀進來 print出去 然後呢 但是關鍵的地方來 最難的地方 讀進來 print出去很簡單 但是最難的地方就是 請你算出它的平均身高 而且要取到小數點第2位 請你要取到 平均體重 一樣到小數點第2位 身高在哪裡 這個 所以它基本上它裡面的資料是 三個人的 名字 身高 體重 所以如果你要把什麼 你要把身高部分 全部加在一起 除以 3個人 除以3 這3個 也要放一起 除以3 然後最後呢 告訴我哪一個最高 哪一個最矮 哪一個最重 OK 哪一個最高 哪一個最重 OK 那這一題基本上 是 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OK 那這樣怎麼做 請各位想想看 有點難度 當然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只是說有沒有比較簡單 好 把它寫出來的方法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就是補充了 兩個 同學剛剛問到的問題 第一個 把這個READLINE改成 READLINE使 READ 去試試看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路徑 假如說完整路徑 絕對路徑的話 記得這邊要加個小R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然後呢 並且思考一下 就是 904題 如果你讀進來的是 三個人的資料 那這三個人資料 怎麼樣可以剛好 可以拿這些資料 不是只是 輸入 讀進來 然後printl 就這麼簡單 讀進來 還要切割 切割之後呢 還要能夠做計算 OK 答案的地方就在這裡 這算什麼 算他們身高的平均 體重的平均 誰最高 誰最重 OK 好 感谢观看